我喜欢你 诚心求取有错吗 君大夫 我夫人她怎么样了 王大人放心 夫人的病不打紧 我已经施过了针 也开了方子 调养一段时间便好 王大人也要宽慰夫人 不要心急才是 太好了 您说的没事 就是对夫人最大的宽慰了 我们说的再多 也不如您说的一句话呀 王大人言过了 这边请 老爷 不好了 老爷 你们干什么 莫林 有人告你贪毒 我们奉命前来搜查 你 你胡说八道 搜查 可有诏 这都不够 奸命 奸命啊 老爷 夫人遇到啦 站住 棺材办案 先杂人等回避 我是医者要去救人 谁知道你是救人 还是同伙家带私讨啊 王大人那么受人爱戴的一位好官 武德司的人冲进来就说他结党赢私 这是凭什么呀 这些人苏宅翻院 根本不把朝中重臣放在眼里 先是韩玄氏 如今又是王大人 而且每次都是在我问诊的时候出现 这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应该是冲着我来的 不会是 陆大人搞的鬼吧 柳儿 吩咐下去 把药方赶紧配好 白竹冰郎这些 一定要选最好的药材 给王大人送过去 不得耽误 我得去找他一趟 好 小姐放心 可是陆大人先前求亲被拒 小姐主动去找他 会不会不妥啊 顾不了那么多了 你快去吧 好 陆大人 看来你终于明白我的意思了 我不明白 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就是在为难你 我不明白陆大人到底要怎么样 我可是有婚约的人 那又如何 我喜欢你 诚心求取有错吗 陆大人 陆大人是希望 我像三娘子一样 不 你们不一样 你明知道我们一辈子都不可能 陆大人 你记住 我是医者 我的职责是治病救人 如果你下次想为难我 麻烦不要伤己无辜 啊哈哈哈哈 哈哈哈 啊哈哈哈哈 哈哈哈 啊哈哈哈哈哈 啊啊啊啊啊 啊